法官的儿子被人在自家后院残忍地杀害 从凶手的作案方式看 应该是仇杀 因为法官目前正在处理一起涉及两名飞车党头目的案 所以这两人就成了这起案件最大的嫌疑员 警员调查道 就在两天前飞车党的人还试图通过打碎法官加玻璃的方式威胁他 为此法官向法庭申请了保护 可没想到他们却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家人 从现场看 凶手应该是用一把椅子砸穿了玻璃门 而被害人乔治当时正在梯子上 从地上的油漆痕迹来看 两人应该在室内有过一番搏斗 之后乔治跑到了后院试图爬墙逃走 可却被拿着铁仙的凶手给拦住 最后将其杀害 回到警局 重案组对法官瑞安正在处理的案件进行了调查 视频里两名飞车党成员无故袭击了一对黑人夫妇 他们一个叫肯尼一个叫沃特 两人都是从十几岁开始就加入了飞车党 目前因攻击中罪而受审 本来他们已经和地方检察官达成了协议 判七年有期徒刑 可却被瑞安法官驳回了 所以陪审团做出了有罪判决 而肯尼和沃特将面临终生监禁 就在这时瑞安法官来到了警局 他问雷德尔是不是这两个人又耍什么新的花招了 可通知家属死讯这种事显然并没有那么容易开口 雷德尔让瑞安先去办公室里等他 之后他又让警员尽快去把两名嫌疑员抓捕回来 办公室里 瑞安说前两天有人朝着我厨房的窗子开枪 于是第二天我就找了安保人员保护我 雷德尔问有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子弹是出自飞车党的 瑞安说没有 这正是他们的愚蠢所在 如果警方能断定子弹是属于飞车党的 我就会和案子冲突 那我也就不得不退出 可他们就只会玩最原始的恐吓这一招 可我根本不怕他们 雷德尔问之前飞车党跟你家人之间有过任何的接触吗 瑞安说没有 他们只找不我的麻烦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雷德尔又问他们有可能知道你儿子乔治的新房子的位置吗 于是雷德尔就把乔治的死讯告诉了瑞安 瑞安显然并不相信雷德尔的话 因为就在四个小时前他还跟自己的儿子通过话 可他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因为他也知道如果不是百分百确定 警察是不会随便找来被害人家属的 另一边瑞安法官的哥哥约翰一家也赶到了警局 警员查了一下记录 上面显示约翰一共有三个孩子 可现在却只来了两个 约翰说我还有个13岁的儿子叫亨利 他应该跟乔治一起来了吧 昨晚我让他去帮乔治刷房子了 听到这句话 雷德尔一下子意识到了失态的严重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桩凶杀案了 还牵扯到一名13岁未成年男孩的失踪案 警员问约翰你最后一次见到亨利是什么时候 约翰说我给亨利买了几个汉堡 把他送到乔治家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大概是昨晚6点左右 警员又问他有拿换洗的衣服吗 亨利的母亲说拿了 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黑色运动衫 这时候警员告诉雷德尔 他们几乎把能抓的飞车党成员都抓来问话了 可没有人知道肯尼和沃特的去向 也没人承认见过亨利 所以他又调查这些人的女友 他看了一下被告人的犯罪记录 发现了一个针对沃特的限制令 是2013年的时候 由他的女友路易斯申请的 雷德尔问沃特还会跟一个 对他申请了限制令的女人在一起吗 警员说本来我也认为不可能 但6个月前路易斯刚刚付了沃特和肯尼的保时机 看来这事还真有谱 于是雷德尔立刻联系了去抓捕嫌犯的警员 让他们去路易斯家蹲点 看看嫌犯会不会出现在那里 很快两名警员就等到了路易斯 看着他把一打啤酒搬进家里 就知道他家里肯定不止一个人 于是两人直接敲开了路易斯家的门 可还没等两人问完话 就听到摩托车的声音从后院响了起来 好在警员反应够快 即使拦下了想要逃走的沃特 可另外一个人去趁着他们抓捕的沃特的时候 把他们的警车给点了 可见飞车党的人到底有多嚣张 回到警局 警员对沃特进行了审讯 他告诉沃特 当有一名不到14岁的男孩失踪或疑似被绑架时 我们称之为紧急情况 因此你请律师的权利 以及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不复存在 你现在所说的话不会被当作呈堂证供 所以你最好现在就交代清楚 你到底把亨利藏在哪了 如果在你开口之前他死了 相信我你将面临比你想象中更严重的刑罚 沃特问谁是亨利 警员说亨利是瑞安法官13岁的侄子 昨晚你跟你帮派里的朋友们杀死他儿子乔治以后拐走的那个 听到这个消息 沃特竟然高兴地笑了起来 警员问你昨天晚上在哪 沃特说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我们可没听说瑞安法官的儿子被干掉了这种好消息 再说了 我绑那个男孩有什么用呢 雷德尔说用来胁迫瑞安法官退出对你袭击重罪的审讯 沃特说我们是个大帮派 我控制不了别人对瑞安做什么 就在审讯室里的沃特开始大放厥词的时候 监控室里的警员收到了一条信息 他赶紧把雷德尔从审讯室里叫了出来 他告诉雷德尔因为怕绑匪给瑞安一家打电话 所以他们提前对瑞安一家的电话进行了监控 刚刚有一通电话从约翰家的座机打给了约翰的大儿子肖恩 于是他就派人去约翰家查看了一下 可没想到竟然看到亨利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